好 就是因为台风可能要来了 所以积压停呢 从本来最快是明天改到了礼拜五 新度台风谭美朝东北转北来行进 气象局最快在明天上午 可能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傍晚或者是晚上 就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谭美台风估计 礼拜三 礼拜四影响台湾最剧烈 水中 东方部好天气 阎阳高照 民众聚集海洋公园 边玩水边跟海湿来一个 齐民互动好开心啊 不过小心今年第十二号台风 谭美已经慢慢接近台湾 逐渐开始转向偏北的方向 之后会逐渐转向在西北西的方向 朝台湾附近移动 气象局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研判的话 它未来可能会比较明显的 在明天后天之后 可能会比较明显朝向台湾方向移动 目前谭美正在台湾的东南海域 十九号会开始转弯下午往东移 再向北转之后往西行 朝台湾方向行进 速度会逐渐加快 在周三晚间八点中心最接近台湾北部 预计周二就会发布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 在东边和北边这些区域会开始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下雨现象 之后的话在西南部可能也要注意它一进来的影响 导致在西南部地区也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谭美的威力不容小区实在有够巧 2001年也有一个谭美台风 当年在高平地区造成七一水灾 八百多栋的大楼地下是进水 可说是高雄历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这次谭美的东向恐怕还在变化 会不会持部台湾气象局还不能确定 它虽然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 不过强度上可能会在清台的上线或者中台的下线这边 现在预计周三周四两天北部和东半部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所信气象局表示目前谭美从清台转中台的几率较小 不过也可能伴随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 因此全台都要严防好大雨 中天新闻林东明顾长台北报道